我自己的个人的视觉经验就是不断从创作里边一点点走出来 就是以前可能是一些颜色比较纯的东西 然后一点点加颜色加线条一直到现在 这是一个过程 那当我面对白墙落地 然后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的时候 我更有传达这些可能是我昨天的生活 或者是我这一个月的想法 色块和线条的同时颜色不同 它也会产生远近的不同 它正好和我要传达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结合到一起 它两个是一个整体式的和碎片式的结合 这是我构成所有画面里的最重要的部分 人的眼睛看见的范围是没有那么多 那我可能会把后面或者前面或者是仰视和俯视的东西组合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画面 包括旋转的楼梯 包括直的楼梯 我对这种结构很感兴趣 比如说门有很多种 门就像你当时对初衷的一个选择 就是你到底是要前进还是要后退 可能过了门就看下楼梯了 楼梯就像你的向上走还是向下走 是这种感觉 我突然觉得我不经意间自己做了很多被人生感悟的东西 我觉得工作室对我来说是一个能让我平静的地方 它不是那种家的感觉 它好像是一个就像你的人的一个状态感觉 你很踏实在这儿 进来以后我就第一件做的事就放音乐 在画画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柔和一些的音乐 我特别喜欢画线条这个过程 或者对颜色之间调整 到后来它还有一种作用就是破坏这个形体的作用 在这个破坏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偶然性 因为偶然性让我提示我下面的作品应该如何去创作 其实每一张作品我自己都很喜欢 因为它都代表了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 哪怕是不好 我认为自己可能不太满意的作品 但是它仍然代表着我的时间 谢谢我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